同学们好 今天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反比例函数 先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回应一下 什么是函数 我们学过什么函数 是怎样秒数 一般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 有两个变量x和y 如果对于x的每一个值 y都有唯一的值和它对应 那么我们称y是x的函数 x是自变量 一般的形如y等于kx加b 其中kb为常数 k不等于0 这样的函数叫做一次函数 其中x是自变量 y是x的函数 特别的当b等于0时 y等于kx 其中k为常数 k也不等于0 y就叫做x的正比例函数 什么是反比例关系 在小学书 在小学里我们学过两种相关联的量 一种量变化 另一种量也随着变化 这两种量中相对应的两个数的k一定 这两种量叫做乘反比例的量 它们的关系叫做反比例关系 下面请同学们一起跟着老师 开始研究什么是反比例函数 成品设计师 我校将在校园里建造一个12平方米的矩形花坛 你能给出哪些设计方案 老师也设计了一些方案 我们可以让长方形的长为4 宽为3 也可以让长方形的长为6 宽为2 或者长为5 宽为2.4 也可以长为4.8 宽为2.5 还可以长为12 宽为1 等等等等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好地发现数学问题 老师把它设计成了一个表格 如果把其中一边长记作排字 另一边长 另一边长 记住Y 同学们思考一下 X和Y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Y随随着X的变化而变化 Y 所以Y是X的函数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非常简洁明了的关系式来表示Y与X之间的函数关系 再请同学们 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研究一下下列的一些问题 请用函数表达式表示下列问题中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1.计划修建一条长500千米的高速公路 完成该项目的天数Y 随日完成量X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可以用Y等于X分之500来表示 第二题 游泳池的容积为5000立方米 像池内注水 注满水所需的时间T随注水速度V的变化而变化 好 我们可以用T等于V分之5000来表示 第三题 实数M与矮音的G为-200 M随矮音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可以用M等于矮音分之-200来表示 第四题 母村有根地200公顷 人均占有根地面积Y 随人口数量X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可以用Y等于X分之200来表示 刚刚我们从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总结了几个函数表达式 请同学们一起来观察 这几个函数表达式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不难发现 等于号的左边是函数 字变量都在分5的位置 而分子都是一些常数 我们还可以把它转化成 两个变量的G等于一个常数 前边我们回忆过 当两个变量的G一定的时候 这两个变量就成反比例关系 所以我们就称这样的函数为 反比例函数 那么到底什么是反比例函数呢 类比一次函数的概念 我们不难总结反比例函数的概念 一般的形如Y等于X分之K K为常数 K不等于0 这样的函数我们就把它叫做反比例函数 其中X是自变量 Y是X的函数 通过变形 我们也可以得到反比例函数的另外两种形式 XY等于K Y等于K乘以X的负一次方 反比例函数是刻画现实世界中 一些数量关系的有效的数学模型 是非常有用的数学知识 同学们 你们学会了吗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